而關於明天停班課的訊息 已經公布的縣市總共有17個 包括您在畫面上看到 像是新竹縣市 苗栗縣 台中市 彰化縣 南投縣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宜蘭 花東 澎湖 金門 都宣布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課的 而在北北基陶的部分 稍早也宣布明天一樣 也是停止上班上課 要來慎防凱米帶來的強風跟豪雨 是最新的訊息來提供給您 而馬上來關心目前凱米她最新的位置 很有可能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 就會登陸台灣了 現在目前到底走到哪裡呢 更多資訊把時間交給教人 好 沒錯 凱米在這幾個小時之內 是不斷的在台灣的東方海面 不斷的徘徊 我們其實從衛星運圖上面可以看到 它整個螺旋余帶其實非常的廣泛 一直延伸到菲律賓東方海面 全部都被它的環流所籠罩 所以可以說是凱米現在強台之姿 要進入台灣 而且它的速度是逐漸的緩慢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現在看到它現在目前最新的位置 就在花蓮的南南東方 大概是30公里的海面 其實在過去幾個小時 它一度來到了20公里左右 但是是在20跟30公里之間 不斷的這樣子南北的再來徘徊 而且位置有不斷的往南修 所以它其實一直在花蓮一帶的外海 在這樣子走來走去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現在碰到了中央山脈 所以目前它還正在跟中央山脈 不斷的作用 而且受到地形的影響 所以它的螺旋余帶 還有整個地形的破壞 所以它會不會在這時候來登陸 其實還要來看一下接下來的預報 不過我們預估說 它很可能在8點 9點這段時間 有可能就會從中心來登陸台灣 但是當然我們說保守一點 在深夜之前都是有可能登陸的 所以這段期間可以說是 在整個花蓮還有宜蘭地區 雨勢都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而我們就來關心它目前 現在的速度是怎麼樣了 它目前的速度是 每小時19轉12公里 時序的朝西北來做移動 它的近中心最大風速 也有16級風來到了53公尺每秒 另外它的最大震風 也來到了65公尺每秒 也相當於17級風甚至更多 而且它的暴風半徑 已經超過了250公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它整個暴風圈 其實是籠罩了整個台灣 而且10級風的暴風圈 也籠罩了整個花蓮宜蘭 以及大台北地區 所以提醒您 其實現在這段時間一直到深夜 就是這個凱米颱風 影響我們最劇烈的時候 佳蓉 好 除了剛剛提到 在這個宜蘭花蓮東部地區 但這次其實有很多的專家 預估西南部的雨勢 會蠻劇烈的原因是什麼呢 繼續請教人帶我們了解 沒錯 因為它這次 是以牆台之姿靠近我們 所以其實吸收水氣 也非常非常的多 我們就先從今天一整天 累積的降雨量來看 主要是在這個宜蘭地區 其實太平山 都已經超過了 800多毫米的這個水氣 而且另外在這個宜蘭地區 其實很多地區 都已經超過了 六七百毫米以上 這是非常驚人的雨勢 因為一整天下下來就這麼多 而且它主要是因為 在颱風的西北向線 所以直撲宜蘭跟花蓮 所以最首當其重的地方 就是宜蘭以及北花蓮地區 但是為什麼說 它接下來的雨勢 可能會更大呢 因為它直接通過北台灣之後 所帶來的外圍環流 會為台灣帶來一些西北風 甚至有一些西南風 到時候這個環境風場 變化會非常非常大 所以在整個南部地區 也是會有很驚人的雨勢 預估這四天的降雨量 可能來到1800毫米以上 我們就來看目前 向暑持續針對了全台各地 都有發布豪雨特報 尤其是在這個中部以及南部的山區 甚至來到超大豪雨等級 也就是說呢 24小時累積雨量會超過500毫米 所以提醒您這段時間 如果您是在山區的觀眾朋友 一定要嚴防這個土石鬆動的情況 可能會帶來災情了 我們進一步來看一下 這12個小時的降雨變化 目前呢 在明天還有今天晚上為止呢 都還是集中在宜蘭 以及中南部的山區 而到了明天白天的時候 能看到北部的雨是有所趨緩 但是還是零零星星的會降雨 尤其是在中部南部山區 這時候雨還是持續的下 而且一直到了禮拜四禮拜五的時候 這個雨還是沒有趨緩 儘管它已經來到了華中華南一帶 但是能看到整個台灣的雨 是都還是有蠻劇烈的情況 最主要就是因為呢 它所帶來的西南風 還有在南方巴比倫水氣 帶來的影響 所以呢要提醒您 儘管它在後天離開台灣之後呢 還是會為台灣帶來很驚人的水氣 千萬不容小覷 以上是這節的氣象資訊 中午十二點鐘 怎麼速食電停放好多台汽車 移動也不動的 還以為來到停車場 不過每個駕駛看起來好無奈 跟著鏡頭往後走 才走到一半 就已經有十台車在排隊等得來速 更別說後面幾台剛加入排隊唐烈的 恐怕都要等半個小時以上 才輪得到你點餐 幾點等到現在啊 還沒等到 11點 可是等了40分鐘還趕緊繼續等 那就等下去啦 還差不多半小時 那半小時不放棄 還堅持要來買麥當勞嗎 對啊因為都沒什麼吃的 真的 就住附近而已 颱風天的得來速 反而沒有比較快速 還比以往多三倍時間在排隊 看看餐廳內每台自助點餐機 也有人在排 彷彿颱風天吃炸雞漢堡 成為一種儀式感 我們其實今天出來整理東西 然後因為中午的時間嘛 就方便自己來看看有沒有開 有開我們就來買一個得來速 駕駛豪邁的抱著一桶炸雞 順手交給副駕駛坐的人 看起來是一家人出門覓食 這間素食店在用餐時間 外帶內用的消費者陸續上門 畢竟颱風天外送員沒有上班 肚子餓又不想開火下廚的人 就是來外帶最省事 這邊跟您確認餐點 旁邊的它是基本的菜盤 颱風天沒有外送 然後也不能去店家吃 店家都沒有開 外帶回家自己煮飯 會比較開心一點 那大概會比平常外帶訂單 多個兩成到三成左右 趁著太陽下山前 還不到瘋牆宇宙 先吃火鍋暖暖胃 補充完身體能量 再趕快回家躲颱風避風雨 TVB的新聞 張家寶 何嘉楊 沈士肉 楊慈音 台北報導 不只刮牆風還下著大雨 而遊客照常放天燈 一群人圍在一起 拿著已經寫上願望的天燈 其中一人帶頭 拿著天燈冒著風雨 雙手一放天燈朝空中飛去 一度因為風太大 微微偏冷 還好成功升空現場爆出震震歡呼聲 他們是從日本熊本來的遊客 看著天燈飛上天空 興奮拿起手機拍照 剛好日本那邊的巡舍 他們並不想要把這個行程取消掉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會照街 因為這樣這種天氣有成功 一定開心的啦 行程不受影響的 幾乎都是外國遊客 業者成功施放率有八成 儘管天候不佳 遊客還是玩得不亦樂乎 再來到十分老街另外一頭 這邊賣餐飲的業者都沒有開 全部都是關下鐵門的 當地民眾說了 十分老街都沒有人了 上去平溪會更冷清 開密颱風直撲台灣 觀光景點人潮明顯減少 不只十分老街空蕩蕩 另一個景點九份 也只有零星的外國遊客 你知道颱風是來的嗎 對 明天颱風是來的 在台灣 你有擔心嗎 有 依許韓國遊客穿著雨衣 拖鞋頭髮被強風吹得凌亂 颱風來襲衝擊觀光花蓮影響更大 大雨花啦啦不停下街道冷冷清清 之前地震觀光客還沒回攏 暑假住宿率只有兩成五 這回颱風攪局退訂勝不到一成 對啊 大家都不出來 我們還是固定每天要做的事情 我不覺得地震 還有颱風影響很大 會啊 就怕路再斷掉 人就不來花蓮了 業者咬咬咬苦撐 希望颱風別帶來災情 TVBS新聞綜合報導